好来看到4月3号下午4点20分左右 海星署第一三暗巡对开园安检所接获民众的通报 表示有两名民众在华萨布利奖 一次体力不济无法自行返回暗季 请求协助来救援 那么开园安检所人员是立即驾驶救生艇前往 并在野游暗季处将这两名的民众顺利救援上艇 索性两人身体状况都良好并没有大碍 海巡人员驾驶救生艇来到等待救援的民众身旁 并协助他们登上救生艇 而这起意外发生在昨日下午的蓝宇地区 昨日下午4点20分时 海巡开园安检所接获民众的通报 表示有两位民众华SUP的利奖 一次遭到海流带离暗季 体力不济无法自行返回 请求海巡人员的协助 而海巡人员也立即派遣救生艇前往救援 蓝宇乡满头上外明天屋里有两位民众华SUP利奖 一次体力不济无法自行返回暗季 请求协助救援 本署获报后立即启动救援整合机制 派请开园安检所救生艇实施救援 并通报第15海巡队及附近渔船 共同前往协署 里奈现场后 发现两名民众位于也有暗季外漂流 随即将人员救援上艇并返回开园渔港 经初步检视两名民众身体状况均良好 无明显外伤且无需就医 海巡署第13案巡队也呼吁 夏季来临 民众在从事水上活动时 应穿着救生衣 并随时注意身体以及天后状况 如果民众发现有危难或是救生等案件时 可以拨打118的海巡服务专线 海巡署将会立即派员前往救援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陈吉林 蓝宇湘报导